正在有报天天独,大家好,我是邱德海,到了礼拜五了啊,中午来临之前还是有好消息,第一呢,这个昨天晚上,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这个由美国总统拜登所召集的四十个国家领导人,这个举行的一个所谓的气候峰会啊举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讲话,马上给你解读一下。 这个气候峰会,我们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关注这个一周的邮报宣布就知道了,4月18号,中美发表两个气候声明,4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外亚洲论坛,举行这个发表主席演讲,是我们的主场,然后呢,22号,在这个所谓的拜登的主场发表演讲啊,好了,后面马上告诉你,有哪些可以解读的信息,过去需要。 我们先看这里啊,先看人民日报,中共中央警官报说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注意啊,这是不是说什么全球气候峰会,是领导人气候峰会啊,并发表重要讲话,然后我们看看香港南豪早报的报道,呃,他是这样解读的,他call for cooperation,就是中国呼吁合作,然后呢,同时呢call for meaningful targets,要有意义的目标,什么要意义的目标啊,其实这里面话中有,有意思的,就告诉你, 你呢,要努力啊,这个比如说你做了,啊,让这个不努力不行,但你要去再原谅也不行啊,要有意义的目标,一会儿就会给大家讲,要有共同而有区别的一个责任原则,好了,同时我们看看香港文汇报报道说,新闻链接啊,这个是讲中国六月份,启动全国性的泰放,呃,泰排放权的一个交易市长,香港新报报道说,国家加速率的转型啊,碳中和概念可取,前一阵不知道,3月2号,啊,我们的研究显示,3月2号这个国家,推出了碳中和的很多的,哎,你呢,要努力啊,这个比如说你做了,啊, 我不做投资建议啊,如果3月份啊,你去买碳中和股票的话,基本上后来都赚了,好了,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美国承诺到2030年将温色气体排放减半,评论指呢,这个他是准备重夺气候治理的一个领导权,一会儿马上又会讲到,哎,说莫大姐,莫大姐就到啊,心中想的莫大姐,莫大姐就出来,莫大姐这样说的,默克尔,说很高兴拜登回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间距,因为, 欧洲啊,之前已经这四年已经被,被那个特朗普搞得不胜其反,怎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等等,现在终于拜登,老拜回来了,于是呢,莫小姐看到很高兴,然后约翰逊,这个,我经常说,头发暖通通,女朋友早上起来没给他梳好,以前我经常说,我以为他头发是可以梳好的,原来后来,啊,梳不好的,原来是可以梳好的,他说,拜登气候排放承诺将改变游戏规则啊,他不知道对他哥有啥想法,他哥已经走了嘛, 好,先我们看看这个,日本首先,菅义伟,共同社报道说,菅义伟提出2030年温色气地减排目标,文在寅也出席气候峰会承诺,提升韩国的一个贡献,同时香港文贵报有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敦促发达国家,说要对气候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咱们的国家主席昨天也说了,这个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是要对发展的国家减排努力,做出高度的赞赏,同时要照顾他们的需求,实际情况,好,与此同时,如果说刚才是合作, 然后现在呢,是confrontation,现在是这个对抗了,就在几乎是在那个22号,气候峰会的前一天,2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竞争法案抗华, 这个叫2021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2021战略竞争法案,其中明显的按照国际,法国国际网部电台说,这个是就是为了打败中国,中国对美国表示质问啊, 内地有评论,按照香港明报的报道说,这个文件意味着什么呢,是中美新一轮竞争性的纲领,纲领性的文件, 同时大公报有个公平世界啊,哎,他也把我们的3C政策,这个3C政策是我们,是兄弟我第一次给,在我们的当时2月8号的国际会议以后,我第一次提出的,甚至还有一个4C战略,就Climate Change,先这个,不过英雄所接了也同啊,没关系,这个我们也没申请,也没申请什么知识产权啊,这个拜登对华3C政策, 战略称不起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啊,这个现在关键问题,对这个大趋势大家看不明白,到底合作还是对抗还是竞争,这个三个C嘛,对不对,然后关键在哪些领域是可以合作的,哪些领域是可以竞争的,竞争又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对不对啊,同班同学也可以竞争,这良性竞争,敌人也可以竞争,敌人也可以竞争,敌人一不小心竞争以后就变成 confrontation变成对抗,所以这里面,这不是什么逻辑概念,这里面背后有很,水很深的,所以最近其实啊,我个人的评论是认为是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非常微妙,谨慎的,这种叫redefining process,就是那个,就重新定义,跟美国洗洗脑子, 这个佼佼路子,这个佼佼路子在水底下进行,表面上看一句都是啊,好了,这个,要听如何缴路子,要关继续关注下礼拜的有报天天读啊,下礼拜有报天天读啊,还是兄弟我来主持,同时我们看看BOA,这个美国,美国基因,说拜登总统将亲,亲自赴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对对抗中俄挑战是首要一题,这叫拉帮击派,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这到底是computation还是confrontation啊,哎,到底是竞争还是对抗啊, 所以很深啊,好,我们看看,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美国的吧,和那个,大陆的新闻网,说美军高层又异想炒作中国的吉布提建航母码头,最近他们又在,之前不是说有两个美国军人吗,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吗,Science Fiction,说2030年中美发生大战了,等等,然后现在又来了,说哎呀,中国在吉布提,搞了一部航母码头,中国在吉布提确实是有个军人基地,那你美国也有啊,日本也有啊,法国也有啊,这个我们跟美国的军人基地叫隔海相望,跟日本的军人基地, 日本也是隔海相望,大家友好得很啊,这都是补给基地啊,他现在说要建航母码头,这叫YY,叫Science Fiction,这科幻小说,看多了,写多了,好了,雅之鲁、毛峰发挥了一篇报道啊,说这个日本军舰密谋,进台湾,为美国马前卒,这个挑战中国,哎,菅义伟刚刚说了吗,我们不以这个什么,进入台海为,军事揭露为前提吗, 好了,这个话咱们,他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啊,这个看看我们的记者是如何报道了,同时韩国的中央日报说,文在寅总统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称啊,说拜登必须同朝鲜对话与中国合作,文在寅,这个韩国,韩国兄弟最近比较郁闷,因为二零一九,二零一八年嘛,二零一八年二月九号,平昌云会开启了,当当当开启了这个对话,然后呢四月二十七号嘛,这个金正日,对,金正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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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文在寅,啊,举行峰会嘛,然后六月十八号,六月十二号,然后特朗普和那个谁,和那个金正恩,哎呀好久不说了,这名字都忘了,举行了这个,这个新加坡峰会,然后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号,举行了河内峰会,啊这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文在寅在后面,涡旋的,这个文在寅现在郁闷的很呐,看最近没啥事儿啊,好,现在俄罗斯没啥事儿,我们去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边境的事儿啊,俄军演后撤兵,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呢, 开始降温,这个Financial Times,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有相同的报道,啊,Ease is fierce of war,哎,这个一撤军以后,大家对战争的恐惧,有所向低,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普京发生出了橄榄枝,对泽连斯基说,说欢迎泽连斯基到莫斯科来进行会面,泽连斯基大家知道他是笑心啊,啊,他是,他跟那个特朗普一样,特朗普是电视明星,那个是笑心,我建议泽连斯基跟,跟普京见了面以后,先,先来一段秀,啊,来一段真人秀, 同时卢卡申科,这个在白俄罗斯被称为老爹的,因为统治三十年了嘛,这个前一阵刚刚躲过了一只暗杀,然后白俄罗斯,他说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呢,需要加强联盟国家的国防与合作,同时呢,啊,这个,这都是老生常谈啊,那些东欧国家,我们说New World,啊,那些新,新,新,新世界的国家,跟美国跟得太紧,然后呢,跟美国跟得太紧以后,他第一个就遇到一个叫Proxy Conflict,就是那种,就是代理人冲突,首先就是跟俄罗斯人冲突,以前都是一家呀,以前都是苏东啊, 苏联,东欧,社会这个国家呀,对吧,好了,然后中国时报和新岛日报报道说,啊,拜登将认定亚米尼亚是种族灭绝,他动不动就来个种族灭绝,啊,卢旺达大屠杀,哇,这是很久来,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远于四分之一世纪,当时我们在欧洲读书工作的时候,哎,这个卢旺达,这个,第二套报告,说法国负有责任,啊,因为在法国这里面,啊,同时这个香港当公报,还有报道,最后,最后告诉你,啊,英军总统, 种族歧视,亚非兵,遭到遗忘,所以你看看,你看看,昨天不是说了吗,美国的种族歧视啊,等等啊,要解决这问题,还在路上,现在英国,同样是如此,英国是美国的哥哥,哎,哥哥都是如此,更何况弟弟呢,过去说吧。 啊,过去说吧,昨天还有一个事啊,说巴基斯坦有一个省,里面有一个酒店,砰的一下,爆炸,里面当然有死伤,死伤呢,那时候呢, 中国大使呢,也是下塌在这个酒店,正好,他们的一个随行代表团,一行四人,没在酒店,没在酒店,然后躲过一劫,而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本来不是外交官出身,本来是咱们的,好像是广西省的一个地方官员,啊,派地方官,去到巴基斯坦当大使,其实正是加强中巴,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里面有一带一路啊,经济啊,好,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针对中国大使来的,啊,现在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说是强烈谴责,然后新岛日报报报道说,啊,是,他是这个,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啊,说要屠杀中国大使,然后今天呢,这当然是一种说法,啊,我再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说法,今天呢,这个塔利班说了,我们原来不是要杀中国大使,原来是要,什么呢,原来是要杀,巴基斯坦的安全官员,果然那几个安全官员都被他杀了,啊,所以塔利班已经,那,另外一种说法,啊,我们两种说法都放在那儿,这个,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 我们只共,我们只共提供信息,你自己负责美貌如花,啊,这个,自己负责价值判断,好了,同时我们看看这个环球时报和香港人一报道说,啊,环球时报有个社评说,中巴经济走廊,当然要继续往前走,啊,这个, 香港人一报道说,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合并后啊,成为隐患了,威胁一带一路,啊,这个,新闻背后的故事,好,同时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有个报道说,王毅,呃,前天不是进了,进了法国,啊,德国外长马斯吗,昨天呢,王毅呢,这个,分别同泰国副总理啊,等等啊,一些,一些东盟国家的外长,举行了一个,一个交换的意见,然后王毅说,中国,中方期待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实现,三个有利于,啊,然后缅甸也是东盟里面很重要的国家,2月1号发生军事政变吧,现在 你看5月1号都快到了,3个月,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按照当地的报纸,啊,报道说,缅甸军方说,我们夺权是为了挽救国家民主,好吧,然后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共同网啊,报道说,昨天说了,安倍晋三又去参拜进国神社了,我说他,他是个两面人,机会主义者,骨子里头是一个保守右翼的分子,然后现在这个共同社报道说,进国神社例行大击期间,首相和阁辽均没有参观,啊,均没有参拜, 同时我们再看看日本大使啊,日本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说,日本准备加入五眼联盟,这个说已经传了一阵了,而且据说是日本主动要求加入的,你看看啊,这个五眼联盟,首先都是说英语的国家,然后这个日本加进去,啪啦啪啦说日语的国家,就五个眼变成六个眼,想象的就很可怕,何必呢,何必呢,所以这有一种啊,有一种叫看不清大事,啊,好,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戒面和南华早报都报道说,一枚导弹在以色列,核设施附近爆炸,以色列对叙利亚也要开始发到报复性的空袭,然后俄罗斯的常驻联合代表吧,说伊朗认为美国准备取消的制裁名单还不够长啊,所以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的这个还存在的重大分歧,这个现在不是要重返伊核协议吗,但是谈判还存在重大分歧,巴格达一个美国军事基地,遭到火箭炮的袭击,这是无休无止的啊,美国司法部啊,撤查, 网民市警队执法一个集权,而那个歧视,因为最近那个弗洛伊德这个事发生以后嘛,那确实去年是不得了,这个事本不该发生这么大的事,种族歧视是一方面,还有警察执法不公也是一方面,所以这个叫police reform,叫改革警队,变成一个美国县一个重大的议题,联合招报报道说,美国参议院压倒性的通过冠病仇恨犯罪法案,同时,现在 接种疫苗了嘛,现在拜登不是说嘛,争取到今年美国国庆,那就两个多月以后啊,7月4号,美国能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能够打上疫苗,能不能达到,据说呢,现在美国只完成了两,完成接种两亿剂,提早一周打标,哎,然后,New York Post,不是纽约时报,是纽约邮报,啊,这个,这杂志没什么名字,没什么名气,然后他就说了,他说,We need you to help get us back to normal,这个我呼吁啊,大家都去谈一下,现在接种疫苗了嘛,现在接种疫苗了嘛,现在拜登不是说嘛,争取到今年美国国国庆,那就两个多月以后啊,7月4号 你打疫苗嘛,这个,能够多打一分疫苗,我们就早一点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哎,听上去没毛病啊,然后呢,欧盟呢,香港人一报道说,欧盟不会额外购入医治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啊,同时欧盟与印度达成全球的基础设施合作协议,欧盟将在印太落实,战略自主,这个事儿其实很值得关注的,这个是属于马小弟,我经常说马克龙,马小弟这个他提出叫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欧洲要战略自主,战略自主什么呢,其实以前欧盟,永远有这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共同的这个外交政策,共同外交政策是有了,共同防御政策是什么呢,共同防御政策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组欧洲联军,组欧洲联军,美国人肯定不答应,但最低呢,就协调防御政策,但依然需要北约,需要美国,所以这里面,你看水很深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叫defining, 你怎么去定义,哎,这里面很有讲究了,所以现在马小弟提出说,这个European,Strategic Autonomy,说这个要搞一个欧洲战略自主,再一听,没啥问题,再细听,哇,这里面水很深,关键是能做到哪一步,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孟晚舟这个时候我们很关注啊,2008年12月1号,到现在已经三年多,对啊,快三年了嘛,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据说他现在这个引渡案,这个庭省要推迟到,本来说6月份,现在又推迟到8月份,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加拿大人没啥诚意啊,那没啥诚意,你们两个人也就别想回去了啊,好,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香港的新的经济日报和NOW TV报道说,华为商标一个纠纷,Chanel上述,遭到驳回,这个毅力号再创历史啊,火星上开始照样,华旧时报还有一个报道说,摸鱼成为意大利公共部门的一个通病啊,这个矿工,有一个人,居然矿工了15年,居然成为一个矿工皇帝,这是,只听,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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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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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遼寧号,而且未来还有第二艘,第三艘,未来还有航母编队,远水海军,这都是一个大国的一个自然之交。 好,中华之交,我们先看看新疆,这个从一个海外的角度看新疆,已经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了,美国西方国家不是指责新疆这个那个吗? 我们先看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看看德国自身的中文网,德国自身的中文网,他的国家跟美国跟得很紧,美国禁令,美国棉花禁令下,新疆对美出口依旧增长,南华早报也有相同的报道,新疆export to your search,even as sanctions imposed,即便是你对我们有这个制裁,还是继续往上升长,这里面有两大信息,第一个呢,美国在关门,中国在开门,这从特朗普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在 在这个搞去全球化,中国在拥抱全球,对不对?两项相比,高低的一些,第二个呢,里面更重要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对新疆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在增长是谁要?美国企业要吗?说明美国企业,大部分美国企业还是希望获得新疆的棉花的,换句话说,就根本不信美国的一些谎言,对不对?我解构这两个东西没毛病吧?此处应该有点涨声啊,再看看这个财联社和明报报道说,社生产规范,中国棉协,棉花鞋, 推动自主的一个标准啊,通过《联合早报》还报道说,中国法院将加强反垄断,审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破局者数字人民币,最近这个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其实还是令大家非常关注这个数字货币嘛,这个电子货币啊,这么央行前行长,这个,周小川前几天,我们在这里引述过好几次,他说这最主要是为了国内, 香港新报报道说,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三月攀升到五年半的一个新高,香港呢,这个新导日报还有一个报道说,失业率回落到了百分之六点八,近两万人,近二十六万人无公开,这个香港以前有句话说,有人没工作,有工没人做,有工没人做,那是还是好事儿,所以找不到人,有人没工作,那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这个情况跟大陆现在完全不同,大陆你到招聘市场去看看,找不到工,老板去求, 熟人招,现在去找工作的人,那些打工仔,一个一个牛的很啊,同时一天收到二十到三十个offer,二十到三十个老板来找他,不是新鲜事儿,这边呢正好是反过来,所以你看看啊,这里面一个是说明,一个是说明经济不行嘛,经济不行,下面有很重要的原因,里面很很很很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重要的事情说五遍,抗击疫情不行啊,抗击疫情不行,经济上不去啊,好了,香港 中央新鲜事报最后告诉你啊,什么检测样本污染又出现二十八种假阳性,我天天打地,第四十一条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了一年多了,还没搞出一根相知不反,哎真是,我也不耐烦了,好了,中央初报 好了,中央初报,继续告诉你啊,人民日报海外版说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公益诉讼典型的一个案例,同时呢,哎,清华大学,哎,这个一百一十周年,这个校庆咱们的总书记刚刚去过之后重磅消息,人民日报说,啊,清华大学成立了芯片学院,这个背后隐藏了一个重大的新闻啊,还建成集成电路,集成电路, 现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摩尔定律啊,摩斯罗,1965年,就今天的英特尔的这个总裁,哎,他当年1965年,很年轻的时候,快六十年了之前,写了篇论文里面提出的叫摩斯罗,叫摩尔定律,就是说如果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这个未来的几十年时间,十八到二十四个月原子的这个原件数量翻一倍,价钱跌一倍,当时他预测这个趋势可以持续到2040年,那么现在至少已经证明了,所有的这些人工科技,人工智能啊,等等科技背后, 都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背后就是半导体技术,半导体技术背后就是摩尔定律,好吧,这个国民党,这个中国时报报道说,国民党检举谢长廷散布假消息,中国新闻网和联合早报报道说,哎呦,这个要关心一下,一季度居民收入,你的收入是多少,他说上海,上海人啊,上海人,他说人均收入啊,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月两万块钱,人均哦,那换句话说,有人比这高,有人比这低, 但是人均哦,那说明高的人很多啊,两万块钱,很多啊,哎,得了,我会上海去工作室了,算了,这个联合早报和澎湃,说圆明园,这个旧厂乾隆,这个意思是1.45亿港币成交啊,这也是好事,好了,休息一下啊,最后告诉你,气候峰会举行了,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气候峰会举行了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新闻也发表了主席演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概念啊,一些信息,那么前几天一路在讲,4月18号我们签了共同声明,然后4月20号我们也发表了这个播演讲啊,昨天晚上,这个习近平主席在那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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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峰会上发表主席演讲,香港当务报报报道说,这个习近平说中国碳中和啊, 用时间短,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我们只用了三,将用30年时间,2030到2060年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这个马昭旭在记者会上表示啊,硬后气候变化不应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他说中国从来不会打什么气候牌,所以今天这个我大概就提出几个,一个呢,气候治理,中国提出建设性主张啊,首先参加气候峰会,中国展示诚意,我昨天已经讲了,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气候使人类共同, 我们只有一个星球,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到跟美国合作,所有的中美矛盾都解决,但至少在孤立问题上我们要展现大国风范,第二呢,中国治理气候由中国人从古到京的我们一套哲学,所以昨天协民主义说,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对吧,青山绿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不对,第二个是气候治理要与人民的幸福感想陪伴,人民的幸福感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这里面就要获得一个平衡了, 这里面就引出了最后第三点,我们提出要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一个责任原则,共同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有区别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是要有区别的,这叫气候治理,与人民的幸福感要融为一体,好了,有报天天主,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我们去见。